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姑娘将在日后用一个小小排球横扫了整个世界 由于国家百废待兴 训练条件更是艰苦异常 简陋的球馆 木制的地板 姑娘们训练时就在满是木刺的地板上翻滚 木刺常常把手肘刺破弄得鲜血淋漓 即便如此 看着墙上为国争光四个大字 所有人都认为就是死也值得 袁伟民深植 要想夺冠为国争光 硬件上我们根本没得拼 能拼的只有命 因此他将魔鬼训练升级 常常让男陪练站在三米高台上朝下砸球 姑娘们就在底下接 三米宽没处躲 起初眼睛都不敢睁 每天练完全身瘀青 曹慧英更是被一球砸晕 一检查是脑震荡 没有好的营养补充 更没有很好的恢复手段 撑着他们的就是憋着的一口气 生理极限被一次又一次的挑战爬起来 永远比跌倒多一次 1978年陈昭帝在打全国联赛时 躲避饶虎受伤 第二年 旧伤未遇的他再度杀入比赛 被日本选手击中受伤部位 直接导致骨头断裂 两个月后的全运会 陈昭帝用风带掉出躲避继续出战 旺盛的斗志让所有人震惊 独避将军的称号不敬而走 类似这般本该是战场铁府男儿的代号 这些姑娘们却人人都有 灵魂队长孙进芳 铁狼土狼平 怪球手张龙芳 独避将军陈昭帝 让中国有了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女排铁军 攻防有度阵容严整 成为有史以来 让我们国家第一次有机会冲击世界冠军 1981年 第三届女排世界杯 前六场比赛 中国女排六战六截 更以3比0的惊人战绩 立刻苏联和苦发杀入前三 在第六场比赛中 与美国队激战5局3比2险胜杀入决赛 11月16日傍晚 学校停课 工厂停工 全国人民守在黑白电视和收音机前 因为今晚中国女排将在日本和日本队 进行巅峰决战 一开始中国队压着日本队打 领先两局 可是两局领先的优势很快被日本队追平 一时间全场上万人为日本队加油 看着日本队的主场气势逐步攀升 教练员袁伟民将姑娘们叫到一起说 现在国内几亿人关注你们 如果输给了日本队 将是你们一生的遗憾 这一席话让姑娘们把拳头紧紧的钻了 孙进方报扣 郎平报扣 报扣 报扣 可是日本队节咬比分 刚刚反超一盒就被郎平一记报扣 将比分翻平 一时间整个中国彻底沸腾 人群聚在天安门广场 彻夜高呼 中国万岁 女排万岁 全国各地赫信赫电 各种纪念品三万多件 向北京寄去 点名送给郎平的就有三千多件 七场比赛 中国被控扣球1116次 郎平一人就扣球407次 接近50%的命中率 让这位球迷口中的铁狼头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主攻手 七战七胜大快人心 郎平的报扣更被印成邮票 载入了历史 女排的扬眉吐气 对于当时百飞带兴的中国来说 就像一记猛烈的强心针 不仅重新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 更唤起了全民的斗志 一时间各行各业纷纷打出向女排学习的口号 然而没人想到 接下来中国女排将会迎来如此打击 2019年国庆节 当郎平率女排队员从天安门前经过时 一时间万众瞩目 这一幕让人不由的想起36年前的这张照片 这两个中国女排史上最辉煌的时刻 都有着同一个人 郎平 彼时的郎平不仅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主攻手 更被印上邮票 成为女排精神的象征 从1981年到1986年 五次世界级赛事 中国女排称霸世界 包烂所有冠军 然而岁月无情 再强的运动员也总会迎来退役 顶着冠军光环的郎平 本可在系统内取得一份不错的工作 但不想躺在功劳部上吃老本的他 选择了到北师大继续深造 可是由于身份特殊 每天不是做报告 就是陪领导吃饭 根本没法学习 昔日世界扬名的铁郎头 如今围着饭局报告会转 要强的他选择了公派自费出国留学 国外的他没有任何光环 由于签证性质原因 他不能在美国打工 为了抵扣学费 他一边上学 一边在学校做排球顾问 为了能多省点钱 只能把朋友家当作公家食堂 厚着脸皮 吃饱了肚子 却吃饿了心 曾经世界冠军的骄傲 被他一脚一脚踩在地上 化成重新启程的动力 海外八年 他有了孩子 有了家庭 由于出色的执教能力 更被意大利和美国特聘为排球教练 就在他生活一步步变好的同时 随着老一代运动员一个个退役 中国女排青黄不接 成绩却急速下滑 1988年兵败汉城 89年跌出前三 94年被挤出前八 并在随后广岛亚运会上兵败韩国 跌入了历史最低谷 谁来拯救中国女排 以时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 1995年 在老教练袁伟民的邀请下 加上排鞋一句 郎平祖国真的需要你 让他义无反顾的抛下 两岁的女儿和家庭 决然回国 扛起了女排主教练正面大旗 回国后的郎平倾尽全力 几乎24小时不停 经常凌晨突然爬起来研究比赛录像 就在郎平上任当年 中国女排便在亚济赛上夺冠 重回亚洲第一 接着在第二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 一路出沙挺进决赛 虽然未能夺冠 却让国人真切感受到 女排精神的回归 然而就在1998年年底 38岁的郎平挤住晕厥 累倒住院 经检查发现膝盖 已经老化至70岁的状态 多次手术后 几乎整个病骨软骨都没了 一做剧烈运动 骨头之间就会相互摩擦 非常的疼 身体实在无法负担 主教练的繁重工作 再加上家庭原因 1999年 郎平主动辞职 在随后一个告别会上 当他交出象征着帅硬的排球时 郎平哭成了泪人 随后 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上 中国女排仅获得了第五名 再次陷入了低谷 比赛结束后 荷兰队队员和教练都不敢相信 他们竟然以3比0 击败了中国女排 排管中心无奈之下 做出换帅的决定 陈忠和林薇受命 他知道 现在女排的衰落 是因为曾经的荣誉 让老将们有了很大的包袱 想要从低谷 再上高峰 必须有着买骨何须桑子弟 不夺冠军 死不休的强烈决心 于是对队员进行大唤血 撤掉了很多当打之年的国手 大量启用新人 组建了中国女排黄金一代 一时间 很多人对于她的做法 威仪不断 嚷嚷着叫她下课的声音 不绝于耳 然而就在陈忠和的带领下 中国女排2002年 冲进世锦赛前四 夺下了中国女排史上第二枚金牌 而这一刻 距离上一次奥运夺冠 已经整整过去了20年 中国女排在万方多难之际 用奥运冠军的荣耀 昭示了再次崛起 面对流言蜚语 陈忠和用一枚枚奖牌 狠狠地做了回应 然而浮云变换 家妻如梦 紧接着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 中国女排拼尽全力 仅获得铜牌 被称为气血的铜香玉 让亿万球迷 为之惋惜 霸者存其弱 胜败无常焉 北京奥运会结束后 陈忠和带着巨大的压力离职 接下来 中国女排在短短四年里 三次换帅 坎坷异常 这绝对是今年最燃的一部电影 也是唯一让我看完 久久不能平复的影片 因为它的故事如此坎坷 北京奥运会没能夺冠 女排主教练频频变动 曾经在世界排名上称霸的中国女排 如今只排在第五位 中国女排一时间群龙无首 士气下跌 就在此危机关头 过别十四年的狼平挺身而出 他上任后 第一句话就是 我有决心带女排 征战巴西 只是狼平没有想到 此时的中国女排 在基本素质上 已经有了很大缺陷 讲着自己年轻时效力的中国女排 让各国震惊世界胆寒 再看看如今这番景象 狼平决定 大刀阔斧改革 给女排大换血 老辣的执教经验 让狼平拥有一双火眼 从青年队拔出朱婷 从少年队拔出袁新月 张长宁 杨芳旭 龚翔宇等等被他选中的苗子 从地方植入中央 这一系列操作 堪称排球史上的乾坤大挪移 疾风之劲草 板荡石成城 在这种精神的感染下 为国争光 重回巅峰 成为所有队员心底的呐喊 种种迹象都在招视着 女排精神正在回归 紧接着 两年间六场赛事 中国女排斩获四金二银 而这才仅仅是一个开始 2015年亚洲锦标赛拉开序幕 中国女排如鼓舞 大杀四方 同年八月 女排世界杯赛场上 中国女排的斗志越打越胜 一时间 所向披靡 在捧起了久违的世界杯冠军后 目标直至来年奥运会 因为在所有人心中 奥运冠军才是巅峰 然而2016年 里约奥运会一开始 中国女排就兵败荷兰 小组赛上五局输了三场 更是零比三惨败美国 这就意味着 八进四的比赛 将直面上届冠军 巴西队 此时的巴西队 已经连获两届奥运冠军 三连夺冠 势在必得 小组赛的战绩 更是五战五胜 队员一个特色 斗志昂扬 场地更是巴西补场 天时地利人和 中国队将被蹂躏淘汰的命运 仿佛已经注定 比赛一开始 果然不出所料 第一局巴西女排 便以25比15 切菜班领先中国 第二局开始 郎平重新排名不振 中国队虽然一直被压着打 但始终咬紧比分 此时巴西女排的几次失误 加上中国队死不松口 将比分追到了23比23 这一刻巴西女排心理上 发生了一些变化 关键一球的八球失误 朱婷跃起篮网 让中国队以25比23 翻回一局 接下来你来我往 前四局激战到大比分打平 最后一局将决定 谁走谁留 比赛一开始 4比4 6比6 7比7 10比10 胶着 厮杀般熬到了14比13 最后朱婷一击爆扣 彻底终结了巴西三连贯的美梦 前一秒还在山湖海啸的巴西球迷 此刻全部掩面哭泣 杀入四强的中国队 不断逆转挺进决赛 在对阵塞尔维亚时 中国女排在先出一局的情况下 接连逆转 最终在第四场 23比23的关键时刻 塞尔维亚在重压之下 八球失误 奥运金牌就在眼前 绝地反击 输血历史 这一刻 全国被 中国女排 时隔12年再度剑指八方 棍顶奥运冠军 女排精神一夜之间 让所有国人在血脉喷张过后 湿润了眼眶 42年前 18岁的郎平 首次亮相国际大赛 16岁的陈可欣 就坐在台下 也许从那一刻起 上天早就注定 要借陈可欣之手 将这段 点燃全民的三代女排 拼搏使 翻上荧幕 作为贯穿三代女排 发展的郎平 世界级的公众人物 谁来演 是个大问题 而导演想到的 第一个演员 就是巩俐 为了演好国民心中的铁榔头 巩俐常常跟随女排 学习郎平的一举一动 在拍礼乐赛 这场戏时 机器撞倒巩俐 手被卡在机器里 指甲盖被掀了一半 而他毫不在意 简单处理 继续拍戏 没错 这就是郎平 除此之外 影片还讲述青年时期郎平 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的故事 而饰演这个青年郎平的 正是郎平的女儿白浪 作为影片最高潮的 礼乐奥运赛 所有参演队员 都是奥运冠军 本色出演 吴刚 巩俐 黄博 彭玉畅 众多实力派演员 强强联手 要呈现的 正是一种拼搏精神 而这种精神 我就叫 女排精神